当时就演的真的不行吗 不行 我印象特别深 当时我们那有一个小话剧 当时还不叫小品 叫小话剧 有一个情节 演一个通讯员说 团长 正为打电话找你 请你马上去 就是一个小通讯员嘛 上了以后 报告 报告团长 正为打电话找你 请你马上去 完了 就这一个 排了半天 最后人说算了 换一个人吧 找了一个吹索娜的 那吹索娜的 说你来一下试试吧 吹索娜的说 我没演过戏 我会吹索娜 说你来替他演一下 完了人家演完了 那个导演说 演得真好 行 你回去吧 不是 那您到底差在哪呢 你是不敢啊 还是紧张还是怎么 心里开窍 我觉得你说那话对 这北京话没开窍 稍后 如今在舞台 伶牙密室的孙涛 竟然从小最怕的是表演 一激功 哇 就在台上就哭了 我就能意外的别人最后 一个小时的节目还看不成 哎呀 就没准备 完了就又回去了 我小时候呢 经常是因为家里来的人 都是从事这个工作的 很多人 哎 这个 你看我们文工团有阿姨 有唱歌的 也有跳舞的 也有说相声的 叔叔阿姨特别多 到我们家来 每次人来的时候 我爸都会说 或者叔叔阿姨也会说 哎 那个 孙涛 来一段 我那会儿就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就是恨不得呀 就赶快跑 但是我爸老说 来这来一段吧 我就能意外的别人最后 一个小时的节目还看不成 哎呀 待会儿我还没准备好呢 我去那准备去 人家把老板听起来 孙涛准备好了没有 哎呀 就没准备好 完了就又回去了 待会儿再回来以后 他准备好没有站在那 哎呀 我喝口水 完了喝水 哎呀 我这衣服不行啊 最后闹到最后就是 比如说人家四点钟来的 到六点了 人家该走了 哎不行 老孙我们走了 我们该吃饭了啊 人家都走了 这时候我爸就说 没出息 我爸就说 他说你干不了演员 从此以后就是 我当不了演员 这句话 在我心目中 就一直在我的心里 虽然童年时期 孙涛是个害羞的孩子 但参军入伍后 他却的表演越来越向往 经过在部队 宣传队的磨练实现 他产生了系统学习的想法 于是他报告了 解放区艺术学院 当年他的竹坊老师 就是如今 总圣科剧团的团长 黄定山 谈起这个亲自挑选 并调校的学生 黄定山却毫不互端 曾经在客栏上 我和孙涛 是有很大的 我很少发脾气在客栏上 但是我有一次在客栏上发脾气 91年 我们排一个话题 叫带沈光特来当兵 孙涛是掩南一号之一 掩南一号之一 时间非常紧 最后 我跟您说 就扭到什么程度 时间那么远 我说孙涛 现在不能再跟你说了 你就按照我说的来 不是 老师 我觉得你要不再看我 我说没有时间再看你了 你再看一遍 怎么那么排队上不过去 他老扇着他那个想法走 最后我们俩 争执着不行的时候 那次我印象特别深 我气得 我就手上 桌上就有一烟缸 我拉起 碰着一打 他还反应挺快 碰着一躲就躲过去了 然后这一下 可能给他压住了 当年的时候 就是我的那种倔强 我们老师都说 我们同学也说过 排一个小品也是 人家经常是排 我说我为什么这样呢 这种问题很烦人 发火 不发火 跟同学不发火 没发火 就是经常会 我为什么这么演呢 我们班同学经常说 你什么为什么演 就要你这么演 最后我 必须要来硬的 对